今天聲東擊西的嘉賓就是Nick 陳曉豐 黃永你好 大家好 平時看到你就是想問你一些法律、法學、憲制的問題 今天勞煩你拿你第二頂帽戴著 因為我最初認識你的時候 你除了屬法律之外 你譬如知識產權、科技都屬 其實我們都有幾集說 但是因為近年都是多法律問題 所以先問你法律問題 但是今天真的想轉一轉話題 實情是因為有很多家長看我們節目的時間 可以說一下暑假有沒有什麼好的推介 因為這個暑假和過去這一年多 其實因為疫情就經常屈在家 就算回校復課都是很短的時間 或者只得上午 有些是隔一、三、五 有些是一、二、三 有些是四、五 很複雜 但是去到暑假時 家長又覺得要不需要追落後 因為這麼久沒有上學 就好像要逛逛 但是又說不是啊 難得有個暑假 又不能去旅行 還逛逛什麼 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他們是頗矛盾的 但是覺得有他們自己來 平時都對著一部平板電腦 或者對著一部手機 不斷打機 除非真的打算發展電競 作為他人生目標 但是可不可以有些東西 又跟科技有關 又跟他人生發展有關 但是又不用那麼搶他 有沒有這些 幾樣東西一次過 滿足這個願望的想法呢 我希望就是Nick Nick很熟悉這方面 今天就捉住你 好 謝謝 讓我介紹一個 廢用全面 沒有隱藏收費的一個 即是非謀利東西 絕對是 那是什麼呢 一群有心人就得到支援 他們就做了一個 叫做Empower Talent Institute 的一個非謀利組織 Empower 即是富權富能 這個意思 但是 不是EM的 如果你說這個機構 我記得好像是 A字頭的 AM 字邊查不到的 AMPOWER Talent 即是才能 才華 或者有能力的人 PALENT 如果你說是非謀利 沒錯 所以它就是Empower Talent 一個字 的一個機構 是 那它希望Empower 是怎樣 令到年輕人 小朋友 升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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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升叻 你一定要多知道科技知識 才可以在將來的工作生涯上 其實各行各業都要多認識IT 是嗎 就像我們法律界也是 你認識多一點 老闆也會覺得 可以啊 我就請你 我記得你很早之前 跟李俊談的時候 已經說到 由Fintech去到 Law Tech 現在香港其實 什麼都要Tag 如果你沒有Tag 真的踢都踢不動 沒錯 説一説 其實那個課程 它有三十多小時 任理上 星期六早上上 有些 我們覺得是 電堂級的 升級的嘉賓 他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等等 但是教什麼科技內容 如果他説 教什麼 教怎麼升 是否真的教 怎麼打機升 怎麼過間 破版 究竟是怎樣 教什麼呢 首先網上售課 他教一些東西 ABCDE 好像字母 其實容易記 AI 人工智能 AI 人工智能 B就是我們說大數據 Big Data C就是Cyber Security 或者是雲端 Cloud Computer 是呀 D E 即FG D可能是Digital Arts Animation 我們有Animation 是的 各方面的 是的 E 可能是Electronics 如何調整到 Robotics 即機械人 各方面的東西 包括e-commerce Online 怎樣營銷 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 譬如有 知識產權署的署長 自己訪問登場 幫我們授課 有創科局局長 亦有科學員的CEO 數碼港的CEO 亦有自己白手興家的 一些我們稱為喪業家 他自己在香港 或者是 有隻手 一些本地很有名的 創科品牌 沒錯 那些大老闆 CTO 全部會來的 Google Facebook 即這類型的大公司 他們 Microsoft 微軟 即他們的科技專家 那聽你這樣說 是不是要大學畢業 碩士才來上 你這些課 我們有大學教授 也教了 不過絕對不需要 大學畢業才來讀 是的 目標對象是多少歲 我的朋友的兒女 沒有那麼大 我們所有人都想幫 所以整個中學 還有小學 如果你是小五小六 自己覺得 對這方面我也有興趣 都可以一起刪立 不用錢 小五小六 然後就中一到中六 沒錯 都可以 反而大學 因為已經有很多支援 大學也有很多計劃 已經有萬多個 刪立了 已經是 你剛才說 由小五到中六 已經有萬多人 播了名字 六十幾間學校 會不會爆發的 希望多一點 網上有彈性 我們有彈性 有彈性 所以就越多 越好 幫助越多人越好 沒有限制 那就是說 整個想法 就是一個生涯規劃的概念 現在因為我們經常說科技發展 或者是用科技來發展自己的事業 但是我自己聽完這樣說 其實也不是用科技來發展事業 用科技好像其實有少少是基本技能 越來越變成 絕對是 你想想 尤其是疫情 那個逼一般的人 就算不想網賣東西 他現在都可能已經很習慣上網賣東西 還懂得格價 還懂得那些電子優惠消費券 是的 接著幾乎每一個餐廳的老闆都說 現在的收穩很厲害 同時間又處理幾個不同的外賣平台 然後又可以處理電子消費 你想想 如果連這麼前線 我們叫做知識水平 或者學力 或者教育水平不是那麼高 他真的在碰到那麼多科技 我們下一代 其實他根本一出生就很熟悉科技 真的更加要去想一下 其實現在我們在說最新 最前緣的科技發展 應該要學些什麼 自己的路應該怎麼走 你意思是找這班很有經驗的老前輩 就叫做年輕人 讓我告訴你 科技的世界 是有多少條路可以走的 這樣就是一個科技 我們也有些三十歲出頭 很年輕 很聰明 那他也是老前輩 如果他在科技界 我意思是他的經驗累積 當然 這個當然 就是他的經驗累積 因為他很早就開始做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他可能已經在這個行頭是老前輩 他會說一下他進入不同IT有關的行業 那個心路歷程 究竟是怎樣幫到他 變成我們希望那些故事 可以inspire他們 讓小朋友可以想一下 我們想做什麼 其實所有參與這個課程的朋友 萬幾個 希望再多了 經過你的呼籲之後 希望大家參與一個虛擬的團隊 一起去開發一個網上的平台 那個平台就做生涯規劃 工作生涯規劃 所以我們就要問大家一些 要學生跟我們一起合作 問到大家一些問題 讓大家知道 大家懂得什麼 懂得什麼 然後很多時候 自己小時候都是舊飯 不明白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所以如果你用了這個科技系統 這個系統就會建議 你懂得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 好像打機一樣 升級不同的東西 他會找到他 他究竟哪方面的屬性比較強一點 是的 譬如你好像真的對運算 Algorithm 又是另一個A字 真的有興趣的 你喜歡鑽研這方面 那就去這一方面 或者邏輯強 邏輯思惑強 溝通能力強 種種 或者不強也好 變成有一個像DNA的概念 這個人就是這樣 即是你的技能基因圖譜 你覺得對 技能基因圖譜 即是你哪幾方面 你是這樣的一個基因圖譜的人 你應該是做什麼工作 可能小朋友自己知道 你就告訴他 知道你想做那份工作 你現在的圖譜是這樣的 欠些什麼 然後我們找來幫他 但如果他這一刻是懂這些東西 或者這方面比較聰明 可能有這幾份工作 都適合你的 你有沒有想過 因為這個概念 以往可能在 所謂實體世界會強一點 但去到互聯網世界 其實要由頭思考 譬如我現在跟你這樣 我就叫做一對一溝通 我們這種one to one的溝通 one to one to many 是的 我和你one to one 我可能比較習慣 但是有些人 例如你 你可能最舒服的狀態 就是一對六至十 有些人開會很厲害 例如CEO開會很厲害 那些就是一對十 但有些就像你所說 one to many 即是他可能是傳導人 一對一萬 十萬 都有那個感染力 另外有些人就喜歡一對零 我喜歡自己的寫程式 那就不喜歡對人 但是去到現時的互聯網世界 隨時又一對零 又一對一 又一對無限都可以 所以你就說 不如你試試轉換場景 轉換世界 在虛擬世界上 我找出你 你最厲害的屬性是什麼 然後你將來找工作就更容易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早點想自己怎樣找工作 因為你不知道工作是什麼 但你早點清醒自己適合做什麼工作 這個就有幫助 沒錯 所以就用這個方法去 Empower 他們 所以 也是好的 一個 M 字 是否也有 I am 絕對是 這樣的意思呢 沒錯 而且 註冊商標 你要用字沒有的字更容易 你這樣也回到法律 厲害 果然真的跟IP有關 所以那個Empower Talent 不是E 就是A M P O W E R T A L E N T 就是一個字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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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香港就魔扮》 昨天你批評過我 所以我叫你做超音歌 另外就是華明哥 你對他寫的文章非常有意見 我是會贊同 但是我再要想深一點 因為我自己也做了房委會 事件局我也做過 關於房屋我也很關心 尤其是公屋的兵建 你知道我以前是九龍東 九龍東是七成人住公屋 問題就是 為什麼地產商一直這麼兇 最近林主席寫了一篇文章 一段時間不同的階段 地產商企圖把土地使用的話語權 搶過來 甚至乎有新生的例子 是成功搶到的 剛才未開始節目之前 還說未有再跟我生一次 一鋪你被人騙了 沒有理由鋪一鋪都被人騙 換了不同界別的政府 都被人騙 對 沒有理由 又說肥到脈都穿不到 對 香港真是 我免得說誰 有些我認識的朋友 他是做實業的 以前做工廠那些 工廠那些 但後來他也去炒樓 也買磚頭 然後他說 我早就應該要轉行 實業沒有用的 也後悔了 那個利潤可能是10%以下的 你會不會看錯 可能中間還有其他 苦衷 還有其他安排 我不是這些 政策入面 政策入面的人 我只是作為 因為我那行是氣象 是看數據的 我平時看天 但其實道理一樣 什麼都看 天文台英文的Observatory 其實叫做觀象台 所以我們這行的鍛鍊 就是觀察 陰天鑑 對 不要叫他 那不要緊 繼續 基本上就是這段時間 我只是看數據 1996、1997 樓價就飆了上去 然後我們又衰 一行距撞到 阿周金融風暴 之後就跌了下來 很多人 很有趣的 說那段時間跌 因為8萬5元 但我看回新加坡 一起跌 新加坡沒有8萬5元 就是整個區域性 一起跌 但我們兩個地方 新加坡和香港 都在03、04建底 然後就上去 齊齊上去 齊齊上去 是齊齊上去 中間有些什麼 金融風暴 那些2008年 都是大家一起去 齊齊 但是 到了後來 新加坡 就平了一些 但新加坡平了之後 我們香港繼續 不同的 新加坡的私樓市場 只有15%左右 對 對 我們要想 為何香港人這麼辛苦 是 大家看 原來很清楚 是怎樣 私樓 私樓 在2003年 那段時間 每年有25000公司出售 25000公司 每年 是 孫九招 很多年輕朋友 孫明陽 是在說孫明陽 是在說孫明陽 在2002年代表政府 說了一大招數 那些地 有一大堆東西 但結果是怎樣 曾蔭權 2005年上台 到他走的時候 一二 到了他最後幾年 香港的私樓 跌到拉雲 不夠一萬 即供應量很低 不夠一萬 由25000公司跌到不夠一萬 增了15000公司 如果10年 就15萬間 所以 為何會跌呢 你也有涉及房屋問題 我搞公屋 我搞公屋 為何會跌呢 為何會跌呢 因為 土地不足 以前 政府穩定 每年會推出多少地 即賣地 賣地 賣地 你知道買了地 你也有時限限起房屋 你不可以賣地 放在那裡 所以 那時候穩定地賣地 穩定地起房屋 那就可以維持住 一年移民 但2002年 孫九招其中一招 政府停止主動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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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地 又不賣 只給他們勾 但那時候政府做過表 這裡有這麼多塊地 可以買的 沒錯 不過沒有人來買 他就不賣 所謂勾地 對 考會出來拍賣 對 用勾地表 你給了一個抵架出來 政府心水對 那就是拿一個抵架出來 然後再公開賣 對 即是說 突然間那個土地供應 不是政府說是 而是由地產商說是 市場 好聽點叫市場 對 當時就是要尊重市場 對 你知道了 現在世界流行說 那些什麼叫Deep State 或者密室的政治人物 世界上有一個密室 大家說好數 你不要亂勾 我也不會 說好數就要勾 由2002年這個勾 那時候還沒有競爭法 對 有也很難證明 有也很難證明 也有點脅脅 脅脅了 很厲害 那時候他們怕錢多 很脅脅 那時候呢 那時候就是怎樣呢 結果那個土地供應物 突然跌下來 是的 這個土地是說 被私樓 政府又不主動出 他又不跟你勾 沒錯 結果由25,000變成不夠1萬 跌了六成 然後這個就是由2004年 最低限度到2012年 曾蔭權做完 那梁振英上台也想起樓 不過你知道 不是那麼容易就找到地 然後建了樓 整個五年都建不到樓 但他的土地名單還在 是的 那不就推出來了 2013年 是嗎 2013年就開始政府主導賣地 是的 但是他又不可以突然間 將十年的跌出來 是 這個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結果又攤開樓之後 到2017年 其實這些東西有些反應 不過不太多 那你不就是由2002年 宣九州 到2017年 18年 十幾年 十幾年 剛才我說跌了 1515年 151年 是多少樓 然後 最慘的是 宣九州裡面 政府停建居屋 這個真是好傷 這樣 這個我真的生死了 就看表面 我很難說是官商勾結 不過有人利用了這個機會 就是你這麼限壽 我就不買了 就是令自己的土地主席 一夜之間升值了 我不買就行了 我就不覺得他叫做官商勾結 因為你這樣說 是很看得起官 因為實際上 實際上 當時為什麼會有宣九州呢 因為 1997年之後 下跌 一直下跌得很厲害 我們香港人 在96、97年 很多人入股市 負資產 負資產 當時 負資產有一個數目的人 其實 如果他買一間房子給自己住 你繼續供住 其實沒有問題 是 你不賣就沒有東西 但那時候 槓桿炒賣得很厲害 對 你就知道 真的厲害 因為在96、97年 這段時間 炒回歸 有北水來買樓 那些樓價會升 是 其實有一大堆人入股市 不是買樓給自己 這班人 你知道 在香港人多聲就大 然後 輿論日會 那班好像是虎主 他只不過叫得高地 輿論日會 有些政治家也幫助他們 政府幫助這些負資產 其實那次政府出招 不是說政治家也不叫做正骨 哈哈哈 政府當時就被那個 當時的勢子 拆住 他好像不頂住樓市 不可以 否則這班負資產 是 有股龐大的力量 是 有股很龐大的力量 因為香港人真的覺得 自己的財富在房子裡 是的 但其實這個概念 真的要糾正 我們的書生 覺得這樣想不合 因為那家屋你住在這裏的話 它跌價和減價 和你無關 不過問題就是 現在每逢 我有一段時間 覺得很不明白 樓價一貴 人們就說 香港很厲害 經濟很轉 但其實每次樓價升 我覺得慘得年輕 又齊了 我們真的要糾正 我這樣說 我和一堆同輩的人 我們開始說什麼 就是我們寧願 我們擁有的物業跌價 都希望年輕人 好過少少 因為我們去到這個位置 因為自己都夠吃了 還要上去 怎麼會 如果老實說 好像你所說 房子是自住的 你又不打算賣來變演 它多少錢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是純粹心理上的 對 讓你想換樓 但換樓沒有問題 它跌同升 你都可以換到 你跟著就可以買回 你都可以換到樓 因為你出門 你想買的樓是跟你一起上 所以換樓也不影響你 林超英特別這樣說 就是上了岸的 或者經濟較好 應該都是為下一代 或者為有需要的人 真的想一想 因為樓價實在高期 令你未來幾十年的生涯 你都不用做什麼規劃 因為有人跟你規劃了 你只能夠拼命繼續做 繼續供樓 否則你沒有出路 我遲些 稍後很快 明天我就會說這個問題 我要說深入些 為何地產商這麼兇 原來你遮蔽 林超英做引子 然後就說你的話 好了 明晚李華明跟我們坦白重歡 你自己都說出來